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来分享这个话题 那这一次的话题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下一代的这个 品格和灵命的这样的一个培育 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很大 这个话题 然后呢 我是尽可能的呢 就是用比较落地的方式 可以来稍微给大家的 有一些彼此的提醒 然后也希望给大家 有一点点帮助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要特别提醒一下 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 在开始之前 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 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一套方式 就是说有没有一套这个课程 有一套方式 你只要按照这个方式做 然后你是A 然后就一定就会有B 他就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和你和 就是说一个很好的孩子 大家觉得你的孩子不够好 如果有挑战 有叛逆 你第一反应会不会是这样 话说回来 就是你第一反应会不会就是说 一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对吧 所以我想给大家的话呢 在开始之前呢 就是提醒一下大家 当我们在谈到如何培养下一代的灵命 然后下一代的品格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如果不够好 我们是一个机会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看到 我们哪里还是需要学习和成长的地方 然后呢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可以尽上我们的本分 去训练我们的孩子的品格 去教导圣经的真理 但是我们一定要谦卑的 把这样一个这种主权要交出去 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孩子 能够成为基督徒 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孩子 就是说就保证我们的孩子 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尽全的基督徒 所以因为是上帝在掌管 上帝在掌管这一切 但是当然不是一个理由 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主权 也相信我们自己百分之百的一个责任 所以今天我想的话呢 因为都是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谈一下 作为基督徒 我们在孩子的品格和孩子的领域方面 我们当尽的本分 我们应当尽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然后当我们做了以后 当我们这样一个去做了以后 我们依然也要说靠着上帝的恩典 我们依然是做得不完美的 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我们尽心的尽力的这样去做 然后另外一个的就是 我们也谦卑的把结果交给我们的神 好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 谢谢你 把你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 因为又真又活的神在掌权 然后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那么我们当如何可以按照神的心意 以靠上帝的恩典 我们可以来养育下一代 主啊我们也恭敬地把我们的孩子 他们生命的主权交到你手上 主啊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 尽上我们的本分 然后我们也谦卑地求你 你怎样恩待和怜悯我们 我也恳求你怎样恩待和怜悯 我们的儿女 以至于他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 重新与神和好 与人和好 在地上过一个容神义人的生活 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分享 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 心里面运行 好使我们都可以谦卑下来 可以被你圣灵光照 我们可以作为父母 我们可以被更新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今天我给大家预备了一个简单的 一个point point 今天给大家的就是分享一下 这个儿女品格与灵命的培育 那么这一节经文呢 大家一起跟着我读一下 然后把这节经文呢 大家一定做父母的 无论如何要把它备注 因为被记下来 因为这节经文就是做父母 上帝要我们做父母 然后上帝他自己是怎样做父亲的 然后怎样收纳我们的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经文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地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甚至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所以我们关于这一点的话 我们会看到儿女品格与灵命的培育 那么我们是如何被神 被我们的天父我们怎么培育出来 我们是怎么样的继续把一个全人败坏的人 继续在逃杂 然后呢 以至于可以成为一个可以荣耀神 也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那么天父是怎么栽培我们的 所以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的样子 以我们能理解的方式 以我们能够效法的方式 在我们中间 然后呢 用恩典和真理 所以没有恩典的真理就不是真理 没有真理的恩典也不是恩典 所以说有恩典有真理 然后我们也看到他的这样一个圣洁公义 美好的样式 然后呢 以至于我们在恩典当中 我们就愿意顺服和跟随真理而行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其实就是效法天父的工作 我们要住在孩子中间 要跟孩子在一起 要跟他们建立关系 然后要给他们恩典 然后要教导他们真理 并且要用真理来管教 所以这些的话呢 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原则 但是当然在生活应用里面呢 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应用 有很多很多处境化的东西 那么那些的话呢 我们希望以后啊 有机会的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的话 在不同的地方啊 然后我们都可以有一些交流 好 所以这个的就是我自己的话的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塑造孩子的灵命和品格方面 这三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三点 那么我们以品格为标准 其实我讲到这个地方的话 以品格为标准的话 是因为我这次的那个题目啊 叫做培养孩子的品格和灵命 其实正常应该是以律法为标准 那么同时呢 他又提醒我们 品格就是律法 教导品格就是教导律法 所以是这一点的话呢 大家我们当我们教孩子品格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教导律法 就是在教导上帝 是如何要求我们行事为人的 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 所以的其实的这是一个 以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的就是为这样一个标准 好那么我们的话呢 在这一个第一点上 我又会分享三个小点 那么品格以灵命培育的有六个miss 就是迷思 我们常常容易错误的这种观念 第二个的就是品格发展的一个阶段性 不同的时期如何教导品格 第三个就是品格的行为特征 然后和价值观的建立 那这一块呢 我们首先来谈一下 就是品格以灵命培育的几个 几个迷思 我的就一起 我把它放在这里 有六个陷阱 我们又把它叫迷思 或者叫六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 我们觉得透过品格教导 可以让一个人的心得到改变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大家的话的头脑一定要清醒 这一点上 就是千万不要去相信品格教导 可以让一个人的心可以得到改变 可以品格教导 可以教导出一个有品格的人 这一点的话呢 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大家记住这句话 品格教导 不能教导出一个有品格的人 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 大家就听起来 就会觉得有一些奇怪了 那交不出一个有品格的人 你为什么要做品格教导 那么呢 我给大家讲 品格的它是一套形式为人的标准 品格的教导品格就是教导律法 但是教导标准 并不能让人心甘情愿的去行 因为这里面的就涉及到我们一个人观了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话的 其实都已经是怎么样了 我们里面的都已经是这样一个 在罪里面 我们都已经是犯罪得罪了神 我们都已经堕落了 所以我们里面的话呢 就算是有这个 我们会不喜欢这个标准 然后呢 就算是有这个标准 我们没有人会心甘乐意的去遵行 没有人 我们通常的会这样的一个 有的是这个就保罗所说的 我们心里想做的 却行不出来 不想做的偏要去行 所以只有在爱的关系当中 进行的品格训练 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当中 进行的品格训练 才能让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改变 所以这一个的话 是我们第一个这样的一个陷阱 那我想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品格教育呢 它变成的是一个行为习惯训练 品格教育 那么品格教育的是以行为习惯训练是不同的 品格教育的本质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导路 品格它本身什么是品格 它是一个内在的价值观影响下的 持久的外在行为模式 也就是说真正的一个品格呢 它是一整套的一套世界观和价值观 然后呢 进到它里面是它所相信和认同的 然后是根据这个世界观和价值观所带出来的行为模式 所以这个才叫品格 所以我们只是停留在行为习惯训练的话 我告诉大家 有很多的家庭在孩子小的时候 这个训练都会教导这些行为习惯训练 有很多的家庭 但是它不能长久 更要关心的是世界观和价值观 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给大家就是 我们有一个 我在很多年前的话 有一个朋友 然后他带着他六岁的男孩 跟我们请我一起吃饭 我们在一起吃饭呢 那个坐下来以后 我们当时去的是那个烤鸭 去吃烤鸭 所以当那个烤鸭一上来的时候 那个 我那个朋友啊 他是一所学校的一个副校长 然后这个学校呢 他是以品格训练 品格教育闻名的 所以我那个 我就一看 这烤鸭一上来 那个六岁的那个男孩 直接就用手抓起一张饼 就开始自己就卷起来了 所以我的就一边看了 一边说 这个孩子还得训练 这个搞品格教育的学校的 可能还得要好好训练 然后呢 当我心里正在论断的时候 结果那个孩子 把那个烤鸭卷好 恭恭敬敬的举到我面前说 叔叔您请 哇我这一下 真的下巴都差点给惊掉了 一个六岁的孩子 训练的这么好 真的那个态度之千功 然后呢做的 然后考虑别人 所以我马上说 不愧是做品格教育的 这个校长 真的是不愧是做品格学校的 哎呀厉害 训练的好 但是我告诉你 就是这个小男孩 到了初中的时候 我长话短说 一年半的时间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 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不出来 网瘾 抽烟 待在屋子里面 然后呢这个爸爸的 有一次的话 来我们是朋友 有一次来 然后直接就 真的就哭了 抱着我 就就就就就在我肩膀就哭了 他说 他说你要为我祷告 他说我头脑中有很多黑暗的想法 我就想抱着他不活了 我们两个就一起从楼上跳下去 所以后面这个孩子走出来了 然后这个孩子 现在的也已经在读研究生 都走出来了 然后他在读心理学研究生 在读这些方面 然后他想去帮助 像他以前的那样的一些金少年 但是我给大家讲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陷阱 第二个陷阱 品格教育 它不光只是一些行为习惯信念 它很重要的是 要把圣经的世界观注入进去 我们不但要教孩子这样做 比如说不但要教孩子 怎么恭敬别人 我们更要告诉孩子 圣经的世界观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我们是如何才能够有力量 这样持续地做 我们要教导孩子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 他神就是爱 他要我们去爱每一个人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有能力去持续地爱 去做对的事情 去尊敬别人 所以我们都需要 上帝的他的标准是这样 但是我们都做不到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然后圣灵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我们唯有求告 然后持续性地靠上帝的能力 才可以持续性地去爱别人 这些是圣经的世界观 然后这个是一个品格教导 这里面更重要的东西 你不能光只是个行为习惯训练 好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陷阱 第三个陷阱 就是教导品格的人 自己要成为完美的榜样 大家放松一点 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成长的道路上 教导品格的人 一定要特别小心 就是我们父母去教导孩子的品格 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自己也需要爱和恩典 我们不要去成为一个完美的榜样 不要去成为一个品格榜样 我们要成为孩子 一个就是敬畏上帝 还有我们渴望过一个真实生活的榜样 我们都不需要做真实的榜样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孩子面前 能够做到一个真实 真实是什么 你看到敬畏和渴望真实 这两个都是你的态度 但是你要是真的是要落到实处 你要落到真的是你敬畏上帝的实处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要说是过一个真实的生活 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恩典 每一天都需要上帝的恩典 honesty 诚实的说 所以这就是我们教导品格的人 有一个最大的凶险 教导品格的人有一个最大的凶险 你知道吗 做父母的 就是装 好像装的好子 我的品格比你好 所以一说孩子 你看你一点都不好好尊重别人 你看你又这样懒散 然后呢 马上你看 你看我 我一点都不懒散 你其实也非常懒散 你每天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教导品格的父母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凶险 就是不要去装 我们要成为一个渴望真实的榜样 没有 我经常讲 真正在孩子的灵命 属灵上的一个培育 没有比让孩子看到一个在上帝的面前 然后真实悔改流泪的父母 更能够影响孩子 你最怕的就是让你的孩子看到你是多么的美好 然后父母是多么的完美 这个时候你的孩子会背上很重的负担 所以教导品格的人 我们同样的和教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都要告诉 我们都是在寻求 倚靠恩典的路上 我们不断的来学习上帝的律令 上帝的标准 然后同时我们都要承认我们都需要恩典 然后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帮助 圣灵的帮助 离开上帝的话语 离开圣灵的能力 我们一天都装不下去 我们一天都不能活出一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三个这样的一个陷阱 做父母的放松一点 我们成为敬畏上帝的榜样 我们成为流泪悔改的榜样 我们成为一个把自己做的荒唐的事情 分享出来说出来的榜样 然后我们把自己的软弱敞开的榜样 所以这个是教导品格的话 这是第三个 然后教导品格的第四个陷阱 就是用品格来批评论断 给孩子打分 所以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太可怕了 我们曾经有一个学校跟我合作 所以他觉得品格教育很好 要和我合作 然后这个学校的做事情非常认真 然后他们跟我的一起 因为我们等一下我告诉你 我自己的我们的话 我们的团队做了一套品格学习材料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那一个学校跟我们合作 拿了这套品格学习材料 但是他自己的话 他没有吃透这套东西 没有吃透的 他给我的拿来了一张表格 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品格 每一天有视频 有老视频就打分 比如说这个月学习诚实的品格 然后这个诚实的品格 有五个 有在教室 有在家庭 然后呢 有在这个社区 有在学习 有在游戏 那么的有他的这种生活场景 然后的每个生活场景 一到七分打分 然后每一天要自打 然后呢 到了晚上要有家长评 还要有老师评 哇 他们做的那个表格 是我看到最细致 最认真的 我看了以后 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 我毛不悚然 我真的觉得毛不悚然 这是杀人的 你每一个人告诉各位 如果每一天 如果你都是这样的一个 发现自己的话 都在被挑错 都在被打分 你是在被 真的你都是在被这样的一个 会被这种眼光杀死的 所以那个眼光去看的时候 不是恩慈的眼光 那个眼光看的全都是批评和挑剔的眼光 都是论断的眼光 所以学习品格不是用来评判 不是用来论断 不是用来批评 你不是说学了诚实 哎呀 李明 小明 你在这件事情上诚实 不够诚实 只能打一分 你在这件事情上 你不够诚实 然后呢 你只能打两分 太可怕了 然后品格也不是人和人之间的比较 然后品格是什么呢 品格是一起来学习上帝的标准 上帝照我们人世 希望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学习了这个品格 然后呢 他是帮助我们 看到自己的问题 就像一个镜子一样 然后呢 透过学习 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 以至于我们快跑奔向耶稣基督 然后呢 批代耶稣基督 所以这是律法的一个品格和教导 品格和律法的功用 是让我们快跑奔向那救恩 要批代上耶稣基督 以至于律法显明我们的罪 然后呢 让我们奔向上帝的恩典 以至于我们真的就只有赶紧尝到耶稣基督 批代上他 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耶稣基督 他是唯一合乎标准的 完全的人 所以这个的就是 学习品格 我们一定要学完以后 看自己 看孩子 都要带着怜悯 我们都要带着怜悯 然后我们就 就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堪 也看到孩子的不堪 然后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奔向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的就是 他不是用来批评论断 是用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败坏 看到我们的问题 然后呢 从而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这些已经是蒙恩的父母 从而激发我们对孩子的怜悯 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也看到自己的怜悯 我们也要也有一个怜悯 因为上帝就是这样怜悯我们的 所以第四个陷阱就是用品格 不是来批评论断 不是来给孩子打分 而是激发 我们里面对他人的怜悯 然后激发我们跑向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然后呢 激发我们这样的一个感恩 你想我们这样的人 然后呢 在耶稣基督里面 上帝既然看我们为什么 为圣洁 因为批带上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是第四个陷阱 第五个陷阱 品格教育变成了功利主义的用途 我们先养品格教育会给人带来 自我成功是不当的说法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教孩子说 我们千万不要教孩子说 就是你的那个 千万不要教孩子 就是说 你品格好了以后才可以 做领导 对 你品格好了的话 你才可以这样的一个做什么 这样的一个你才可以有什么益处 这些的话呢 都是一些很错误的一个引导 所以品格它不是一个追求自我工具 它也不是追求自我完善 甚至不是追求自我完善 品格它是由使命带领 由这样的一个在恩典里面 然后呢 由上帝的话语 然后呢 由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接出来的果实 所以品格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 品格是上帝的话语 不断的去阅读上帝的话语 明白神的话语 然后呢 不断的去求上帝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恩典 不断的求圣灵的帮助 求圣灵的帮助 然后呢 接出来的一个果子 所以这一点呢 我相信很多的 大家一起在学习品格 做品格教育的时候啊 这一点我相信给大家的话的 多难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安慰 就是品格是上帝 他的圣道 还有圣灵 他的恩典 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 然后呢 接出来的品格的果实 他成为一个果子 然后这个果子 品格这个果子的话呢 他是给别人带来益处的 所以一个接出这样一个 仁爱的品格果子的 他的配偶 他的孩子就受益了 然后一个带来饶恕 一个接出饶恕品格果子的 那么那些冒犯他的人 就有益处了 所以品格是上帝 摘植出来的一个果子 好 最后一个 我们很多的时候的偏重爱和接纳 确实倾富于刻意的训练和 倾富于刻意的训练和雕琢 那么这一点的话呢 是一个 这个的也是我们要小心的 我们就一味的爱 我们不去这样的一个刻意的训练和雕琢 我们要知道在恩典当中 也等一下我们讲 以恩典为动力 但是以这样一个律法 以品格为标准 我们要刻意的训练 那在我们的学校 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学校 我们有一个 我们的有一句经文 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主要的经文 你会看到 在我的名片呢 然后在学校的很多的文件上 还有先传册上面 都会出现这一段 都会出现这一句话 那你看像这个 这个是白色的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 白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然后呢 这个白色的背景 所以我看不到 像我这个一张名片上的话 它都有 就是叫 我们的那个经文是 《启示录二十一章五节》 做宝座的时候 看了 我将一切更新了 所以我们学校的slogan 就是叫做 making everything new 正在更新一切 所以我们都鼓励大家 我们每个月的时候 我们都要鼓励大家 我们每个月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个 问自己 就是你正在更新什么 我们每个月都要来问一下自己 你正在更新什么 然后我们每个月都要给这样一个恩典 然后呢 在恩典当中 然后激发孩子 然后让他以这样的一个品格为标准 然后做一点一点的改善 做一点一点的这样一个成长 如果比如说我 这一个月我在更新什么 这个月我就养成一个习惯 我每一天 起码有十分钟 五分钟 我会读经做一个祷告 或者说我这个月有一个更新 就是我会提前三十分钟睡觉 所以是不断的持续性的 这样一个在上帝的恩典和真理当中 这样一个更新和改善 这个叫刻意的训练和雕琢 它是由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标准 然后在耶稣基督的恩典 然后圣灵的不断的感动和更新 然后呢 带来生命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所以我们通常雕琢的话 有四个工具 言行的榜样 父母自己的榜样 然后第二个就是真理的教导 你需要去教导这些标准 要去教导耶稣基督的恩典 然后呢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的后果 你需要让他接受后果 训练 另外一个在恩典当中的祷告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给大家 涉及到关于品格教育 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几个 这几个地方陷阱 然后呢 关于这样一个与品格教导 为标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儿女在不同的时期 儿女在不同的时期 如何教导品格 儿女在不同的时期 如何教导品格 这里的给大家看了一张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孩子不同的时期 你会看到红线的话 是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 黑的的是这样一个孩子的发展过程 所以父母的影响力的话 在一十二岁以前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 在一十二岁以前的是孩子的世界观 圣经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最好的时候 塑造最好的时候 然后到了他一十二岁以后 你的影响力会很小的影响力 然后呢 到一十八岁以后的话 你就很 他基本上就是 他就要成型了 就要送出去 然后他就要接受这个环境 接受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儿女在不同的时期 如何教导品格呢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孩子这样一个零到两岁的时候 零到两岁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父母跟孩子建立起这样的一个 就是依恋的关系 父母照顾孩子 然后呢 保持稳定的关系 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经常如果我们谈到这个 我们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话 在零到二岁更像是把天赋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供应和护理 这样的一个把它给活出来 所以孩子哭了就去安慰 然后呢 他有需要你就去满足 所以说不要去老变来变去 不要去变化这种养育的人 不要变来变去 一会儿送给保姆带 一会儿送给其他的人带 就是父母自己带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是零到两岁 然后三到六岁 三到六岁 很重要的就是让他开始学习 秩序 让他开始学习这样的一个秩序 这个秩序是什么意思呢 他需要知道他不是这个中心 他不是世界的中心 你不能围着他转 三到六岁的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让他学会围着父母转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他需要父母吃饭的时候 他需要跟父母坐到一起吃饭 不是说他想吃就吃 然后呢 坐到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不是说他看到喜欢的就吃 他需要等父母先动筷子 如果家里有爷爷奶奶 他需要等爷爷奶奶先动筷子 这个首先还不是关乎到孝敬这些 而是关乎到在这个世界上 他不是中心 他需要活在秩序里面 然后呢吃完了饭 不是说他一高兴 他不吃了就跑掉 他要离开这个饭桌 他需要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我可以离开吗 所以这些训练 在三到六岁的时候 他要学会在幼儿园 他要学会排队 然后呢他需要把弄脏的地方 他要学会弄干净 他要把混乱的东西 他要学会把它重新领回去 玩具 这些的就是一些刻意的训练 最主要的训练 三到六岁的时候 让他训练 他不是中心 这个世界不是围着他转的 我们的孩子 你一定要记住在 当我们谈到品歌 和这样的一个灵命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这个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 耶稣的智慧和圣利亚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同增长 神和人喜爱的心 神的话 神喜爱的心就是灵欲 然后呢 这个人喜爱的心就是情欲 情欲里面其实就是品格教育 他如何处理跟人的关系 所以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的话呢 从零岁开始进到这个家庭 到一十八岁离开你的家庭 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在福音里面 这一十八岁就是福音 让他知道他不是生命的中心 上帝才是他生命的中心 所以要透过福音 让他认识耶稣基督 培养从Lordship 这样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主权 在他生命中的主权的这样一个圣事 这样一种意识 那么上帝对他那么小 他看不到 所以他看到的是父母如何祷告 父母如何随时的让孩子看到 你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位主的 你本身是有Lordship 然后呢 父母的让孩子看到 在这个地上 父母是如何是这样一位 看不见的上帝的代表 看得见的代表 所以他要学会围着父母转 所以这个是我们三到六岁 这样的一个训练我们的孩子 透过看得见的 来学会活在 以后慢慢的预备 他活在那位看不见的上帝 活在他的秩序之下 那么这个的是三到六岁 最主要的是这些了 行为上的训练 行为上的训练不是为了养成 目标 当然养成习惯也是 但是目标是让他开始学会 不是自我重心 他要学会在权柄底下 好了 六到十二岁 七到十二岁 七到十二岁很重要的 就是开始建立他的圣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七到一十二岁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训练孩子 比如说在电梯里面的时候 就把电梯门 要出电梯的时候 就把电梯门拉住 按住 让后面的人先走 或者是帮助别人按电梯 那么这些的话呢 你是在训练他 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仁爱 或者叫尊重这种品格行为 但是更重要的是 要把这些行为 要变成这个价值观 我们跟这个品格 这种品格所代表的价值观 关联起来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按电梯 帮助别人 是因为体现出我们爱别人 然后我们让孩子到洗手间去 然后呢出来之前 把洗手间弄干净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不光是训练他整洁的品格 是因为这个整洁 也是让下一个人 可以享受到跟你同样的环境 也是对那位看不见的人的爱 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 上帝神就是爱 所以品格是以爱为联络 爱是联络权德 因为上帝的爱 然后我们才愿意去按照上帝这些品格 按照上帝的这些律令去做 然后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命令的总归也是爱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给大家分享 那么七到一十二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让他透过去做这些事情 让他去明白神的爱 然后让他去认识到上帝的爱 让他去建立起这种价值观 这种对错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一十二岁以后 实际上他是一十二岁 实际上他最重要的 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如果这三步都做对了 那么你会要一十二岁以后 你要省事的多 你要轻松的多 我碰到有很多父母 他们的孩子就算是一十二岁以后 都是平静安稳 那么不一定都是要到青春期 就一定要叛逆的 我经常讲青春期未必叛逆 那么如果我们是按照这种方式 然后呢孩子的话呢 也其实很多的孩子 能够平稳地度过这个青春期 然后呢并且慢慢慢慢成熟 慢慢慢慢成熟 最后成为一个敬畏上帝 然后呢过负责任生活的人 最后我们的孩子 这一整套的这样一个 跟上帝的这个关系建立了 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又明白上帝的律法 那么他未来有一天 他都会进到这样的一个破碎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破碎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知道 在我现在生活在 我现在的话 在泰国曼谷做一间国际学校 然后呢我所在的这个地方 泰国啊这些 是全世界我可以告诉各位 除了你不能说国王 其他的是完全开放和自由的 然后什么样的事情都有 就在我们我回家的路上 就要经过两个大马电 然后呢网络的色情 然后这个社会的色情 这种色情啊这些的话 无处不在我告诉各位 并且赤裸裸的 公开的 合法的 所以你想未来我们的孩子 他总有一天要离开你的 他要离开进入到这个社会 你现在管他的手机 你现在管他不准去那去那 你现在不管他 但是总有一天 他要进入到这个自由的世界 也是一个破碎的世界 你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看到 什么都可以去经历 但是你如何 分辨什么是对错 你如何有力量 你如何有力量 去做对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训练的功夫啊 这个就是我们训练的 这样的一个功夫 所以这就是我想给大家 给你们这样的一个 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所以这个在18岁以后 你教给 如果我们的孩子 认识了上帝 跟耶稣基督 真实的有personal 个人的关系 这个law的系统 然后他这一套的品格的价值观 这里面他也知道怎么去寻求帮助 你就可以把这个孩子安全的交出去 他进到一个破碎的世界 然后他依然可以过一个负责任的生活 所以既自由 既自由又负责任 这就是上帝他要我们过的 所以他给你自由 但是你又能够靠着他的恩典 过负责任的生活 好感谢 感谢真的是我们上帝的恩典 好我想 然后这里面的话 我们有52个品格 52个品格在7到12岁的时候 是学习的黄金时期 7到12岁 一个月一个品格 一个月一个品格 7到12个月 52个品格 52个品格 那么7到12岁一间 你尽量的用四年的时间 每个月有一个品格 然后给他过一遍 你看我们一月份是更新 万象更新 一切都更新 二月份是顺服 那么对你知道 对一个被更新了的人来说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顺服 他要学会顺服 顺服在上帝的权柄底下 顺服在父母的权柄底下 然后因顺服以后 就要开始学习去爱 然后学习去爱别人 那么爱别人的话 他要学习接纳 所以四月份的话 他要学习去接纳 接纳别人 他要看到那些 你知道看到那些不好的人 他不是批评论断 而是有怜悯 而是去接纳 知道每一个人 都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然后他自己要学习 到五月份 自己要学习 过一个负责任的生活 然后过一个诚实的生活 七月份过一个坚忍的生活 八月份学习处事公正 然后九月份进入丰收的季节了 要开始学会谦卑 要开始操练谦卑 我们越来越好 但是我们也越来越谦卑 就像九月份长出来的这个麦子 麦子长得越多 他的头就勾得越低 然后呢 我们要开始学习节制 然后呢 到十一月份学习感恩 因为一年下来了 我们真的为这一年感恩 然后呢 最后带着信心 要进入新的一年 所以你看 每一十二个核心品格 然后每个核心品格 又有不同的方向 你看一月份更新的品格 他要学习超越 他要学习创新 他要学习自信 然后顺服的话呢 他要学习忠诚 忠诚就是以上帝为中心 要学习一生忠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 过一个 就是所求以管家的是忠心 让他做一个忠心的人 他忠心于一位神 然后忠诚于一个丈夫 然后忠诚于一位妻子 忠诚于一个家庭 然后忠诚于一间地方教会 无论他在哪里生活 他都要加入到一间地方教会 跟这一群不完美的人 一起忠诚于耶稣基督 然后顺服的他要学习温柔 温柔的不是指说话以气温柔 你可以说话斩钉截铁 温柔是指你的心是柔软的 当真理来到的时候 你就愿意改变 这个就叫温柔 就像一匹好马 然后呢 马的主人轻轻的一带江神 他就马上就跟着主人的意识走 这个叫温柔 但是那个马克力非常的强壮有力量 但是他的心却敏锐于主人的代理 所以这些的话呢 他都是那么一点一点的 每一年顺服底下 我们明年的二月份就操练忠诚 在后年的二月份操练温柔 在后年的二月份操练庄重 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所以感谢主 这个是我们 那我们的话呢 有一些材料 我想以后的看看大家怎么使用 我们有父母小组 父母小组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MCES的父母课程 教导父母怎么教孩子 另外呢 还有就是品格材料 还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品格材料 就是我们每个月父母小组 我们首先可以来查 这样的一个学习这个品格 然后这些品格材料的话呢 他都是叫跟耶稣学品格 我们会看到耶稣的品格 然后呢 会看到圣经当中那些人物的品格 比如说这样一个更新 然后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更新的 然后我们如何开始 设定这样一些更新的目标 这是父母小组 第二的我们也有三到一十二岁的 儿童品格故事与歌曲 那么呢 每一个都围绕着圣经里面的这个品格 然后我们写一个儿童故事 并且有一个儿童歌曲 这是给孩子的 他们可以使用四年的时间 好了 然后呢 全家呢 要有一棵这样的品格树 在三到一十二岁以前 我们全家要使用这样的一棵品格树 这个品格树是什么呢 你跟孩子一起读故事 一个品格 一个故事 那那个比如说像这个 跟接纳 这个看不太清楚 那么呢 就是一个故事 然后你先跟他讲 然后看完故事以后呢 你要发现孩子的品格行为 然后你看到孩子 比如说他今天 他把好吃的好玩的东西 分享给别人 你把他称为是慷慨 所以你跟那个慷慨 然后呢 贴在这个品格树上 你可以做一个那个不干交 然后呢 发现孩子的品格行为 随时将行为和品格关联起来 然后呢 一周一次 家庭的品格赞赏会 我们一周一次 一家人坐在一起 互相欣赏 表达感谢 也互相欣赏 就是你所看到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些品格 所以这个的话呢 是一周一次的这样一个家庭的品格赞赏会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庆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那么当一家人 大家不要光只是表扬孩子 父母也可以表扬 也可以欣赏 然后一家人 如果把这个贴满了以后 你们一家可以庆祝一下 比如说两三个月贴满了 你们可以一起去外出 去庆祝一下我们的成长 所以就是周而复始 周而复始 这个就是品格 在恩典当中 然后在这样一个品格的教导训练底下 我们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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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们的生命就都会更新和成长 我们是不是十一点五十一点五十就结束了 对吧 我确认一下时间是再确认一下到几点 我听不到主持人 对我们是十一点五 你的中国时间就是十一点五十结束 OK 我们很快把这个讲完 好的 谢谢 好了 我们这个是以律法为标准 要去学 然后呢 以恩典为动力 以恩典为动力的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记住 教导这些东西 不会让你的孩子改变的 你的孩子愿意改变 就是你不断地去爱他 以恩典 所以你需要戴上恩典的眼镜 看透万事 透过恩典认识孩子的身份 那透过恩典认识孩子的身份 孩子的身份 记住 他是每一个到你们家里来的孩子 他是个罪人 他是一个不知不扣的自我中心的人 他并不是善人 你的孩子不是天使 我们很多时候 哇 孩子就像天使一样 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明白 孩子不是天使 孩子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然后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在罪里面的人 所以但是他是一个 既然上帝把这个孩子放在基督徒的家庭 所以上帝要特别的来爱这个孩子 所以认识到孩子的身份 然后我们就要意识到孩子是一个预备蒙恩的人 是一个预备蒙恩的 然后我们的孩子的本性的话 我们要知道他做错事情 他犯错误是正常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常常被这句话提醒 我们的孩子不是因为做错事情 不是因为犯罪才成为罪人 我们的孩子是因为他是罪人 所以他才会犯罪 因为他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来犯罪 他做错事情 他就要预备要来遇到恩典 他就要预备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那么耶稣基督两千多年前 在十字架上的恩典 是透过谁给出来的 透过今天可以看得见的父母 所以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 我们戴上恩典的眼镜 身上也要有十字架的标记 当你的孩子骂你 stupid 当你的孩子骂你的时候 这是不对的 他这是在犯罪 如果要按照上帝的律法 咒骂父母的要被处死的 但是我们的孩子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 他会攻击父母 他会攻击别人 所以我们 不能因为这个就把他往死里打 你用暴力 你用严厉的指责 我们有的父母 甚至就是这样的 你要这样对我 上帝要重重的管教你 有用吗 没有用 我们需要明白他的本性以后 上帝要透过我们给到他恩典 我们要饶恕他 我们要流着泪 为他付代价 然后我们要告诉他 我们还依然爱你 但是 当他的孩子情绪平复以后 你依然要告诉他 哪怕流着泪告诉他 孩子你错了 这是错的 你不可以这样对父母 你不可以这样对待别人 孩子你这样一个懒惰 这是不对的 你在杀害你自己 你在伤害你自己 所以带着怜悯 怜悯就是恩典 而不是带着愤怒 然后告诉他这是错的 但是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我们 我们本该承受这个愤怒 但是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 所以戴上恩典的眼镜 然后看到上帝在这个孩子生命中的心意 他为什么要把孩子放在基督徒的家里 他为什么要让他早早的来听到福音 因为上帝怜悯他 然后给他恩典的机会 就是每一次失败 都是给孩子恩典的机会 然后恩典的应许 我们这基督徒的家庭的孩子 他们是圣约之子 然后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不是说是他们就一定就会重生得救 但是他们有上帝特别的祝福 所以你不断地作为父母 不断地把耶稣基督的恩典饶恕 然后在安静的时候又教导上帝圣洁的律法 公义的律法 然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 上帝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违反罪 违反上帝的律法 他带来的后果 然后这个后果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担当 所以不断地去给他分享这些 以这样一个恩典为动力 然后你其他的就交给上帝 主权就交给上帝 上帝什么时候重生他 上帝什么时候整个人在他里面的那个 真的是那个圣灵 你会发现那个真理的灵就进去了 什么时候那孩子就真实的跟耶稣基督就有关系了 那个时候 那就是你真的是感恩的时候 也是你真的是敬拜和赞美完全献上 完全这样一个降服 你会看到上帝是真实的 所以这就是以恩典为动力 记住你的孩子所有的这些 你的恩典越多 你的怜悯越大 然后呢你这样的一个在恩典当中的管教 那么你都不断地给他的时候 他就越有动力 好感谢主 那么最后的话 家庭敬拜 这个家庭敬拜的话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点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家庭敬拜 家庭敬拜的有几个地方 就是误区啊 道德主义 家庭敬拜不要变成律法主义 道德主义 一天到晚的话 弄得很沉闷 然后呢也学习圣经的话呢 不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恩典 而是学圣经就变成了批评论断 学圣经的让孩子感到害怕 然后呢我们很多的家庭 在家庭敬拜的时候 教导太多 但是的感恩太少 让孩子与治愈 我可以告诉各位 因为我也在教会带主日学 很多的孩子一提到上帝 他们根本第一反应 不是上帝的恩赐 不是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创造 不是上帝这样一个供应的恩赐 不是上帝给我们话以方向的 带领的恩典 也不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不是饶恕 不是美好的时光 不是那些欢乐的时光 一提到上帝就是 当我犯错误了 上帝就出现了 上帝就是那个拎着棍子的 那个大人 然后呢好的事情 跟他都没有关系 然后一出现坏的事情 他就出现了 这些都是道德主义 我们需要不断地把所有的美善指向神 上帝创造了一切的欢乐 魔鬼一样欢乐都没有创造 但是魔鬼就是让我们滥用 错误的使用 然后以至于我们得不到 真正从上帝那来的喜乐 另外一个缺乏应用 很多的时候 家庭敬拜的时候 跟现在的这些应用不关联起来 还有一个就时有时无 一会儿有一会儿就无 所以这些的是家庭敬拜的话 它要变成是一个欢乐的时光 家庭敬拜是一个 跟现在的生活联系的上的时光 然后家庭敬拜是一个温暖的时光 然后家庭敬拜是个甜蜜的时光 在你的孩子小的时候 你可以有规定性的 家庭敬拜的时光 不要忘了 妈妈预备一点点心 然后当家庭敬拜一起聚会完 读完经祷告完 一起欢笑完以后 把那点点心端上来 让孩子尝到是有甜头的 以至于当他长大以后 他想到儿童时期的家庭敬拜 他就想到甜 然后家庭敬拜的时候 也是父母流泪悔改 你常常可以为自己流泪悔改 你不要去指出孩子 很多的时候你要多指出自己的问题来 多在孩子面前 在上帝的面前流露出感恩和悔改的眼泪 你的孩子就真实的被你的这样一个生命影响 然后家庭敬拜的实质就是你的家庭是第一间教会 所以教会的三个标志 圣道圣礼和祭祿劝诚 那么在这间家庭里面的话 他有圣道上帝的话语正确的宣讲 圣礼的话圣餐礼和洗礼 不一定要在你们的家庭做 然后放到教会去做 但是你的家庭要有既定的劝诚 你的家庭要在爱当中要让他自行后果 在自行后果当中又让他感受到被爱 你的目的当他管教他的时候 你不是要毁掉他 你管教的时候是让他感受到 就是你依然爱着他 然后有盼望 好了家庭敬拜的形式的话 在孩子小的时候可以比较固定一点 大了的时候你不一定是要到固定 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 但是你要随处随地 有机会聊的时候 你都要指向上帝 你要常常提到三位一体的上帝 当你看到花的时候 你要指向上帝创造的美好 当你看到这个微风 看到大海的时候 你要指向上帝创造的美好 然后当你看到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 然后真实 然后看到饶恕的时候 你要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 然后当你看到这个一个人 给一个陌生的人这样一个恩典的时候 你要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 然后你要常常与孩子同在 指向圣灵的同在 所以这都是家庭敬拜 好 感谢主 今天的话呢 这个时间呢 因着这次大会的邀请 就给大家的话呢 就做这样一个 这样一点分享 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十恩宝座前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我们自己首先感谢你 因为主耶稣你的恩典 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才可以每一天坦然无惧的生活 也每一天靠着你的圣道和圣灵 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 我们每一天才可以得以看到你无处不在的恩典 得以真的是每一天都是享受 每一天都是享福 何等浩大的恩典 何等多的喜乐 何等的平安 主啊 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我们做父母的 不是要教导孩子什么 而是把属天的这份安息带到家庭里面 把上帝的主权 上帝创造的美善 耶稣基督救恩的美善 圣灵同在的美善 带到我们所在的家庭 以至于这个家庭 真的是充满了神圣的安息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恩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